海外人才的回流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首先是咱们国家的安全优势 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、治安良好 才是能够吸引人才落地 到回国工作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广大的市场为人才回国发展 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和机会 中国的高端人才研发人员的薪资水平 已与国际接轨 我觉得新能源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 目前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工夫发电 中国在世界来说是布局比较早的 现在只有中国、日本、韩国能做这个电池生产线 在这个电池生产领域已经把欧美跑到了后面